我公司說你要跟外服務反應啊 那我們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我們是來工作的不是每週花錢買快篩捅鼻子 我明明是健康的人 我為什麼要花這個錢每週捅鼻子 我家境也不是很好啊 我幹嘛要每週花錢 我還養家 我還要繳房租 我還要吃飯 我為什麼剛開始的時候 每一季的快篩就是300塊 我每週就要花一千多塊一千多塊的這樣花 那我剛才怎麼辦 我跟我上次反應 他說你要去開疫苗不良反應的證明 結果我去我跑了十幾間診所 沒有一間診所敢給我開的 他說我們不能開給你 因為政府會查我們 我說可是我本身就有氣喘 跟不良反應的疾病 為什麼你不可以開給我 他說因為政府在打壓他們啊 所以現在我們台灣就面臨到一個很誇張的一個地方 我們沒有出口 所以我們今天遊行就是為了告訴大家 政府不可以這麼做 因為他們是違憲的 他們不能違反我們的自由 我們有生存權 我們有工作權 我們有醫療權 我們有我們有醫療選擇權 他不可以只用單一種方式來 告訴我們 只能打疫苗 我們應該有很多種方式 我們明明有以為的競數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很多的方法 清冠以後 在兩年前我就知道他有用了 為什麼政府現在才開放給我們使用呢 他是不是想問我們硬要打疫苗呢 因為我身旁 我做社群民道的 我身邊有五十幾個人有副作用 有節肢的 有私衝的 有各式各樣的副作用 都要來跟我回報 可是我找不到醫生給他們看診 因為沒有醫生說 這是疫苗的副作用 我們現在面臨大家的情景 所以我們必須站出來 我們真的要站出來 我們沒有政治 我們沒有任何入場 我們真的要站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